帛琉疫情升溫 不僅旅遊泡泡退光光 短短一週 帛琉就已經多達五六百人確診 那目前總計這帛琉 就是境內跟境外的染疫人數 大概是651人 那目前他們就是在他們的社區 有開設兩級的篩檢站 24日台灣更首度新增 帛琉的境外移入個案 雖然都是輕症無症狀 不過OMICRON傳染力驚人 就怕當地醫療量能難以附和 台灣也趕緊提供協助 22日下午 我國原贈7萬多片的口罩 500劑快篩試劑 由華航班接運頂帛琉 駐帛琉大使黎倩怡 與帛琉總統會數人 共同主持捐贈儀式 今天在1月22日 有三名急症的帛琉的病患 來台專政以外 那目前我們到現在 一直到2月底都沒有安排 有帛琉的急症 需要幫忙的病患 專政來台灣治療 所以我們知道 帛琉的這個急症的這個病患 他要來台灣轉診的這個事情 其實這也是牽扯到雙邊 有沒有航班來這個相關的航程 還有我們自己國內的醫療院所 我們的這個醫療的能量 還有雙邊這個疫情的考量 也都是我們這個考量的重點 防疫無知到 人員也沒缺席 台灣也派出醫療團隊 前往當地 我們的醫護同仁在現場 事實上提供了非常廣泛的包含 就是說在當地跟他們的醫護人員 就是做這個所謂的治療上的一些 互動跟這個教學 那另外就是說 他們也實際投入了 在這個第一線的 就是在這個 這個類方艙醫院裡面的一些 收治的一些工作 還好帛琉的疫苗覆蓋率達到99% 也已經在去年就見證好 類方艙醫院 即使在旅遊泡泡這塊 台灣暫時幫不上忙 不過共同防疫上 台灣政府跟民間都不會缺席 環宇新聞蔡宇智 黃銀成 台北報導 請訂閱按讚 分享環宇新聞YouTube頻道 並開啟小鈴鐺 即使掌握全球時事與最新趨勢